陈昌江 陈昌江 农家子弟 从小在田里长大 却不希望自己是个农夫 靠着苦学 他进入台湾科技大学 在公园院和新竹科学园区 找到一份薪水优渥的工作 却在离开土地二十多年后 脱掉皮鞋打赤脚 重新扛起父母交给他的锄头 再次生根土地 今天我们就从这只家传的锄头 了解台湾新农夫的思维 和他们重新与土地连接的感情 我手上这根是个锄头 您也看得出来 农夫早期用这个锄头 一锄一锄地把农地耕作出来 我们今天的主人翁 陈昌江先生也是用锄头 但是他用新的方法 用科学的概念来经营他的农田 我们今天邀请陈昌江先生 到节目里面来讲这段故事 好不好 好 陈昌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先来说说这个锄头的故事好了 这个我看是个很深的故事 我算是一个 以前的例子来看 叫做成功离开脱离农村的有为青年 那么在那个年代种田是很辛苦的 那么我那时候小时候 上学以前念到田里 然后下学呢 也要先到田里才能 做到天太阳下山才能回家 所以那时候啊 这是我用过的锄头 我觉得当我到了 我成家立业的时候 我有点觉悟到 我已经是不一样了 我那时候就特别把这一些 以前的这些东西留下来 那么很意外的就是 在人生到了这个 我现在五十几了以后 我发现种田又成为我重要的工作 但我发现这一支 他还可以来传给我的儿子 因为我儿子也跟着我 要来跟着我种田 现在也在种田 对 他刚退伍 他还说要来跟我种田 所以我现在算是 也是很有意思的人生的一个转折 这是家传的吗 是的 这是我爸爸 以前算是小孩子比较会 只能拿的这种小竹头 那其实这个很久都没用了 因为我算是读书还可以就一直都离开 那乡下的父母就觉得说 你会读书就不用来种田了 老是不要我种田 但是其实我 不要做了 但是我其实常常去帮忙 是是 我长大 那你为什么要把它留到现在呢 我就说觉得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 因为农人 除头这是一件几乎是最有象征性的意义 我就特别把它包过来 我搬家搬了超过十次 我断地把这个老东西 不断地保存起来 你似乎捧着一个香火 是不是 可以这样说 没想到今天有机会来这边 展示这个东西 你来说说看 你在资料上 你也说过 就是四十六岁离开了科学园区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 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说起来也是一个 很无奈的人生故事 我在大学 我读台科大 在大三的时候那一年 那时候健保制度刚开始 全班协议检查 他宣布我们有二十几个人 迷行感染 这说起来看起来很 对我们这些有为的 能够脱离容真的 这些年轻人来说 人生正值黄金时期 这一个宣告 其实是一个很无奈的事 迷行感染代言 对 而且听说它是不容易意义 你想想看 但这个对人生的冲击 就是到最后 我总觉得我不能够承受那么 辛苦的这种高度竞争的时候 所以我就比较早退休 这是一个重开原因 是 那回归农田呢 我第一件事其实 我种田的第一件事不是种田 是做记录 我拿着相机 我到现在买超过十部相机 我这几年之间 就是不断地做记录 为什么 因为自然农法 是一个很棒的农法 可是其实它的产量很有问题 那么这些大师们都说 自然农法很好 其实可以种得很好 那我的 用科学的角度来看 就是用实证的方式 很简单 照相记录 因为作物 作物是随着世纪在长的 光拍 光记录 一天它长得很好 或者一个个案长得很好 并不公平 所以我用大量的记录 我在初期的记录是 每天到冠行 就是加农料加肥料农场 跟自然农场 做对照比 对照的记录 就是这边拍完一百张 这边拍完这样一百张 一天最多我拍到 五六百张的照片 然后每个礼拜拍几次这样 看看它们成长的过程 有什么不一样 如果我们讲一个个案 其实很多个案都产成功 但是它是不是真的 可以成为一个农场 那么二战田到今天来讲 也算是一个 想要把自然农法 真正量产的农场 一般自然农法 都是属于小农 或者家庭 家庭菜园的概念 这么友善 这么产量 这么不稳定 或者这么稀少 一般家庭才能承受 那么大战田 希望把它变成一个 真正的量产 真正对土地 覆盖的土地的面积 够多有贡献的一个农场 是 有别于传统农法 以喷洒农药和施打化学肥料 促进作物生长 自然农法反其道而行 不施肥 不洒农药 顺应节气 及土地环境种植 让作物自然生长 杂草也有它的作用 拔除它 经过自然风干 便能形成有机质 如同天然肥料 足以活化土壤 陈昌江说 只要土壤是活的 是健康的 就能孕育出健康的食物 但是想要在台湾 大规模推动自然农法 并不容易 除了要有方法 还需要天时和地利的配合 那我们从这个出头想起 你是不是回到你自己老家 爸爸妈妈生长的地方 你生长的地方去种田 其实没有 说到这件事 我很无奈的 我自己人家也在问我 我自己也在回想 我为什么没有想到 回家去种田 结果我归纳出来很简单 因为我们家的 我们家的那边的水沟 一年 我想一年到头 大概有八个月 都是臭的 你在不知不觉中 没有想过要回家的 你家在什么地方 我家在台中大渡 是 就是台中港附近 你觉得那个地方污染了 我想整个西部的情况 都是这样 我们的水已经不太像以前 我出生的时候 我妈妈说 她去大渡西挑水来喝 可是今天我们喝的是矿泉水 我们短暂五十年 已经从吸水到地下水 井水 然后抽地下水 我们现在都不敢喝了 我们现在只有喝 铺里来的水 这是一个不知不觉中 发生的事 而我发现 我为什么从来没有 想要回家呢 我一直想回到我太太的 宜蘭县老奥乡的家 因为她家好山好水 所以我后来就说了一句 很感慨的话 人对土地的疏离 是不知不觉中发生的 不知不觉中 你就不想要在这里了 你不想让自己 跟你的儿女在这边生活 那是因为你的家乡 是因为高度工业化的结果 形成这样的原因 而南澳保存了最原始 自然的这个现状 简单说可以这样说 它还包括农耕的方法 因为我们从农业的角度看 我目前整个西部的惯性 也就是加农药 加肥料的方法 让整个水源 整个土地 都没有办法承受了 那我们自己种田的人 都看见 东西都死了 那么水能够喝吗 这个就是我们自然的 只好去买矿泉水来的原因 是 好 您说的这个 家乡的水受到污染了 这个照片我们来看 这是你故乡吗 是不是 现在还是种田 这是水沟 水沟 旁边的水沟 没办法承受 这是死鱼 对 这鱼死了 我这样讲 当大家龙人开始 拆秧的时候 龙人加了化学回料 加了除草剂 加了胡锁的料 旁边的水沟的森林 都没办法承受了 所以这个大鱼死了 这里面如果你仔细看 小鱼也都死了 里面东西都死了 这是我们的水源 我们的土地 没办法承受 其实这个现象是全台湾西部的现象 东部比较好一些 但是西部已经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 为什么讲东岸比较好山好水 就是这样 其实意思就是这样 以这样你看到 除了你家乡的水污染之外 像宜兰这个地方 整个来讲 就是台湾这个农地 它有哪些问题 你问了一个大问题 在台湾的农业生产 在这个最近的五十年来 有了肥料荣药的这五十年来 其实产量增加的大概都 平均大概是三倍 可是这五十年来 我们目前差不多在 在经过这一二十年 渐渐地发现这是一个大问题 为什么 因为加农药加肥料很方便 我们要毒死一条虫 可是我们喷在 喷在作物水沿土地上 整个都喷 所以我们目前渐渐地 整个土地没办法承受 那么食物虽然长得很漂亮 可是我们觉得它很有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 我想你问的问题就是 土地受到严重伤害了 现在整个台湾起步 现在目前的情况很严重 所以你在恢复这个土地的地力 它的营养的价值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 它有一些时间嘛 对不对 那中间可能没有任何营养 在自然龙法来说 那么当然是需要时间 那么因为我们自然龙法 是借着大自然的力量来 来让它清洗 来让它长养 怎么样种一些对的作物 让它变成增加有机质 让这个土壤改良 来加速它的这个过程 OK 那一般来说是需要几年 一般有机都大概认定是三年 三年 这样龙法可能要三到八年 更长的时间 对 更需要更长时间 看你 如果你不会照顾 其实是需要很长时间 是 那你这样的一个科技人 回归土地去种田 有没有什么新的方法 新的概念 是的 你刚好就提到了 我做一个从新的观念来经营这个农场 然后在那边就主要的特色 就是去做代工 它的经营方法 然后在那边主要是虽然种水稻 但是它没有在卖米 跟一般的这个器座不一样吗 对 它不是在卖米 它是在卖代工的合约 我现在有差不多两百个客户 他们来跟我预约 我今年种八甲的水稻 那么种出来的全部都归 给这些客户来分 那我自己并没有卖这些米 因为这些都是客户的 所以我事实上是个代工的工人 所以这是一个农业的新模式 那由于这个用代工的新想法 我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新的发现 因为我发现我们过去做 做这个对有机这些认证 其实都是担心农人 乱加农药 乱偷加肥料这些 做的这些不应该 对土地也不好的事 但如果我们把农人 变成一个代工工人 因为他的收益是固定的 多种没有用 而是消费者要什么 你就帮他那样种就好 所以这是一个 我发现这是一个改变台湾 土地水源的好方法 我觉得很有价值 我很努力在推这样的东西 消费者主张 对 由消费者来拥有食物 而不是农人拥有这些作物 然后趁金趁两来卖 这样农人就会一直想要增加产量 所以弃作代工基本上是 弃作业主也就是客户 跟农人一起分担风险 那我们现在来看 这一包米是你带来的 对 对不对 这也是契作代工出来的 对 您的说这都是客户的米 这是谁的 这是契作业主 大家分 现在我大概有两百个客户 他们来分这些米 你订一分地的 你就订一百米平方的 各分一分地两百五十公斤左右 就是一年当中来提 我帮你保管 是 那我怎么样知道 你要中多少 然后我怎么样跟你下订单呢 我每年的年初 我大概就估计我今年可以中多少 然后我就接受订单 那预约目前 其实我目前就接受预约 明年的预约 现在已经预约了 蛮多人预约了 是 那到了明年的春天 就陆续订单就进来 我就会决定中多少 我今天就会决定中 你这个夏田耕作 我也听说也是蛮特殊的 是不是 对 是有好朋友来一起夏田 来帮你耕作是吧 对 这个说起来 这个故事就很有趣 我从因为我们这种 这种农村算是很有善 我常说在台湾很棒的地方 就是说 这种自然农法 是受到祝福的农法 因为它是友善土地 友善水源 所以好多人都想支持 所以我在第一年 刚还在开垦土地 还没插秧 就有人就陆续好多朋友 打电话要支持 认养我们的土地 这样第一年就认养了梁甲半 所以我第二年就 更认真地用 全面用汽作呆更 被接受预约的方式 那由于 因为这些作物都是他们的 因为食物都是他们拥有的 所以他们会喜欢来 所以他们会常常来 可是常常来会变成我受不了的 因为我每天都在接待他们 所以我就要求他们说 你们要帮忙 否则你们自己去看田 我不陪你们 那于是我就定了一个规则 叫做换工假期的规则 这是参考世界有机农场 换工组织的一个制度 就是早上 换工作的换工 对 换工假期 名字是很好听 就是你来工作 一天工作六小时 早上三小时 下午三小时 那么就包吃包住 所以很多人来参考 我欢迎你长期留下来 所以我们现在长期志工 有好几个 都什么样的人来呢 我这两年来的统计 三十五岁以下的年轻人 非常喜欢种田 四十岁以上的 觉得种田很好笑 只不过有人去帮人家种田 因为我们老一辈的经验 就是种田是不得已的 但是心里带着 因为他们没有接触过土地 他们又接受了很多环保 爱护环境的教育 但是他们都没有重新 真的去踏过泥土 真的去摸过作物 所以大概我们农场 到目前好几千人来 大概有 好几千人 对 今年已经我想超过三千人了 帮我们种田 你这好像是逆时操作 现在一般农家里面 都找不到年轻的农耕的人员 那你这边是人来人往 是的 我们算是流动性很高了 大概年轻人大概占学生 与学生大概占四成 那么有三成大概是换工作 或者想休养休息的这一类的人 我常开玩笑讲叫做换工作的假期 是 采用自然农法的陈昌江 以新农思维来耕作这块土地 而换工假期的制度 也让爱好大自然的访客 以夏田工作换取三餐及住宿 这是我第二次来自然田换工 我们从事了很多农作的一些活动 然后有像收割 那收割其实我们收了很久 结果我在问他 他们也说 这大概可能只有一碗饭吧 所以真的是很辛苦 那小朋友也可以了解 历历皆辛苦的这种感觉 不再只是书面上的一些教条式的告诉他们 透过换工假期 更多人认识了自然农法 亲近了土地 进而成为陈昌江的潜在客户 其中还包括了外国友人的支持 我们来用影像来说故事好了 这个照片是 这是在晒豆谷吗 这个是在晒豆谷 因为我们这个友善的农场 也都蛮多朋友的 这两个都是老外 这是洋人吗 这个是老外 这个是欧洲人 他们来体验这个是德国人 他们来体验这个是在晒豆谷 对他们来体验来帮忙 因为我们 我说自然农法 算是很友善的 那么很多团体都会来支持 那 这个是晒豆谷 这个是加拿大人 这个叫David 他旅行世界 我知道他旅行超过二十个国家 他前一段时间是在韩国跟大陆 是 那我看这边的照片 这是年轻朋友 对 这个是一些 看样子是大学生 这两个应该是大学生 这个应该是工作青年 那这个是东海大学的学生 一次东海书院 他们有一个通事课程的 是 这边我看到有回响 就是明传大学的张宣经 他说是写给你的嘛 自然田的伙伴们 谢谢南澳自然田提供所有的资源活动 让大家体验了解到 工作的不容易 但这一趟南澳行是很值得很棒 享受在太阳下 脚赤裸裸的踏进水田里面 那个特殊的感受 安安静静的插着一把一把的秧苗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他们很多主动写了 我们现在有满满挂满墙 满满的这些回响 是 还有我看这边还有一个 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 对 这个您来说说看好了 那个小猴子 是吧 他绰号小猴子 在南澳站田是赫赫有名 因为这个小孩是在投诚人文国中小 上课原来 那其实他是一个过冬 算是一个过冬儿 他在学校算是蛮麻烦的人路 我记得刚才 他来我们农场之前 还有一个礼拜是不能够进教室的 到学校呢 只能进辅导室 因为他一进教室就天下大乱了 那么可是他有一次来 跟到我们农场 算是来体验打工 他知道我们这里有那种 志工的制度 他说我可以留下来吗 我当然也是很积极 一个国中二年级的学生 我说可以哦 不过你能做什么 你能打杂 那我给你吃住没问题 就真的来了 结果他经过了 他就用通车去上课 后来学校发现了 发现他这样好像 好像也不错 他好像做得很高兴 学校就特准他 以在家智学 作为农夫 为在家智学 结果这样一待 他现在已经到达 前上个月毕业典礼 拿到毕业证书了 也算是一个很成功 转型的案例 因为他在学校 其实有学习上的困难 所以我常常开玩笑 求他说 一个学校很欢迎他 到我们农场 是 结果学校觉得 他应该是蛮成功的转型 我们今天的故事 从你父亲 给你的这把铸头讲起 来自于农家 原来是不想务农的 去高科技产业 然后回归农田 去务农 这样的过程 你走过到现在 你有什么感想 我们拿到这年 有一个信念 这是我最重要的一种信念 就是说 我们对于爱这片土地 我们想要用 自然农化 友善的工作方法 其实它都有一件 关键的意义就是 我常这样讲 如果人文没有实践 是没有真正的价值 因为我们讲 爱土地 爱物这个环境 我们讲很多了 我们也教育我们的小孩 可能已经超过一二十年了 可是我们做得太少 那然后这一点就是 讲究一件事 夏田 如果你要来这边参访 夏田 每件事都是行动 所以这个是我认为 在这个时代 很需要的一件事 是 陈昌江先生 用对土地的亲近 来唤醒大家 一起来重视土地 用呼朋引伴的方式 来重视这块土地 这块土地不只是 给我们营养 给我们力量 给我们活力 同时也给我们教育 是吧 好 谢谢你 陈彦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